歡迎鎖定間三月十一號 在星期四晚上七點五十五分 為你播出新台灣加油 台灣的王來在日本 竟然收到很大的歡迎 這歡迎青島有多熱戀呢 我們等一下連線到日本 對台灣的鳳梨有高度的興趣 伸出元首他是港星杜文哲 杜文哲在今天清晨三四點的時候 天還沒亮了摸黑前往哪裡 前往北農的果菜市場 他說一定要把鳳梨進口到香港 這是因為他為了籌備新的節目 從去年12月份來台灣 一待已經待到現在三個多月時間了 中國這種突然之間宣布 從3月1號開始禁止台灣的鳳梨外銷 所以他覺得不可思議 他挺身出來呼籲 香港的民眾應該支持台灣的翁來 而且他說要把台灣最好的農產品 一定要推銷進口到香港 好這次杜文哲再度喊出 他說到做到清晨三點鐘 所拍攝到親自前往北農的 冰江果菜市場的畫面 手拿著鳳梨了解台灣的農作操作的情形 好這是來自於日本 來自於在台灣 包括怎麼樣想要銷到 不管日本跟香港的最新狀況 在今天我們還要為您報導的是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從一連串的事件裡頭 不管是漢堡披薩 在這個島上吃的鳳梨變成是什麼呢 愛國主義了 華爾街日報這樣子解讀台灣現在的盛況 但是怎麼進行解讀呢 韓國瑜在昨天晚上PO出FB裡頭 有長達十分鐘的影片 他的內心話 一口鳳梨甜中帶酸 想到價錢令人心酸 注意聽喔 他的標題告訴大家 一口鳳梨甜中帶酸 想到價錢令人心酸 到底為什麼 這個影片傳達出什麼意涵 邀請這幾位來賓 首先為您介紹 這是在台灣網來 可以說大村 最大宗就在屏東了 來自於民進黨結立法案 莊雷雄 小群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包括了醫師公會 全聯會的副民主長 羅俊雄 羅醫師 小群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台灣國際法學的副民主長林廷輝 小群好 大家好 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趙玉手老師 小群好 大家玩 國民黨新北市議員業員之 小群姐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王瑞德 小群好 大家好 馬上連線給在台南 另外一個台文翁來 極大的一個產局 他是王定宇 那我們首先來看 同步要連線到台南 包括在日本的同時 我們要看看誰呢 看看最近鳳梨的盛況 韓國瑜的棋手勢 找了誰呢 找了鳳梨園 在高雄大樹 包括雲林谷坑 也找了鳳梨農 現在鳳梨的盛況外銷代料的大家都 大家都說一些賤鳳梨的 大家都非常緊張 很緊張又兼職 今天這位鳳梨就要吃的客戶了 這就等十八個月了 對 我看這都要收成了 現在要收還是要收 不會啊 一定要收 以前要收 要收 不然有人要買 如果有人要買 不是就要合作 現在就說政府要撥十億新台幣 來補助來收購 你感覺真的有效嗎 我感覺這種政策來說 要有拿一個航行筷 要怎麼來改館農民 這裡都有 因為 這鳳梨是等到親民 這個時候才是一年才沒出 對 一大出傳量是非常多的 既在國內沒有辦法去出國 到大陸的時候 我真的真的不知道要怎麼 因為我鳳梨頭高雄 電影都出口 現在全部凍掉了 現在就有在出 飛飛出 阿威就是這樣一桌接一桌 我們就 我們就想想 怎麼把我們農民 到櫃湖 統合 到櫃這個概括的方法 因為後來就被消化了 我覺得我們可以 大陸這個市場是非常的大 不只我們台灣 泰國 菲律賓 越南 還有我們台灣 現在他們都有進口 他們的量很大 不要 我們可以坐下來 跟他們那個大陸那邊溝通好好的談戀 不要讓我們農民變成一個犧牲品 讓我們血本無貴 來這是在昨天晚上 韓國瑜在FB所PO出的影片有長達十分鐘 那我請教莊葉雄事情的真相是什麼 依他所找的這個農民 好像台灣的翁來一定要消中國才會有出路 才會有希望 依他所論述 今晚台灣的翁來價格只有七三六八 真相是什麼 這段影片翁來龍看到了大家想看到 一定是紅灰頭倒 就是說這些莫名其妙 比如說今天去北農拍賣市場的價格是多少 平均價是三十五塊 我就不要去說他那些冰江 跟那個那些 都做兩個汽子 像這樣一公斤打到五十塊 那個當然是品質是最好的 平均價格是三十五塊 也就是說現在的鳳梨跟去年來做比較的話 我真的很不愛在這裡說 怎麼說呢 今年的價格比古年來比起五十 大家都在叫鳳梨 為什麼韓國瑜你會跑到一個鳳梨田裡面去 大家注意看鳳梨在裡面 你看它都沒有土地了 那代表什麼 鳳梨還沒放 你不是說現在鳳梨在出 現在市場有一斤多少 你來看看價格 其實他應該說一口鳳梨 然後他覺得說田中帶酸 不然你想照你也不要笨蛋 你也要這樣把一支鳳梨起來 寫寫之後就加下去一口鳳梨的滴滴 田中帶酸價格價錢 不然你也演這個給我看 你什麼在黑白演 現在一支鳳梨一公斤三十五塊 你去找一個鳳梨圈 鳳梨還沒洗還沒土地 你現在在那裡說 又有鳳梨價格 想到就可憐 你是打過去講到嗎 所以我會認為說 他拍這個影片讓我有一個感覺 他真的是在苦民守苦 但就代表他睡到中午 連他現在鳳梨的價錢 多少錢你都不知道 今年的鳳梨跟去年 鳳梨的價錢跟去年比較 是農民是痛到打死死 你知道嗎 你看看你明天開始變切碎 台灣農民最好家財 最感恩的就是我們很多新名 只要到外地切碎 15都會拜拜 在拜拜的時候 那價值自然都會很高 所以我今天看到這樣的韓國 我不曉得他要傳達什麼 只是說在產地 尤其是今年到現在來看的話 價格因為其實是一個媒體效應 那這個媒體效應怎麼會產生的 大家也很清楚嘛 你就是中國 你說從3月1號開始 台灣的鳳梨就不能出口到中國大陸去了 大家恐慌了 那恐慌以後 政府去打開 台灣的鳳梨 不要說講出口的這九成出口到中國大陸 就占這4萬多公噸 台灣就要占全世界的鳳梨產量多少 1% 那全台灣如果說鳳梨 我們就一個賣出的價值到多少 14億 政府說我用10億給你打在這裡 民眾當然會不怕嘛 你可以來批評說 你靠政府是要靠多久 你可以這樣講 但重點是 當農民在恐慌的時候 政府本來就要給民眾安全感 政府本來就是要把這個價格說 農民你不用擔憂 這個突發事件 政府當你的後盾 現在政府在處理的是這個 不是說政府說 按照韓國瑜的講法就是 你看看 可以補貼而已 都不用去外銷 去年外銷日本 2千幾公斤 今年現在已經承諾說到5千 到產地的時候 我跟程居重講說 我們可以唱到1萬 程居重來想辦法 其實他跟我講 很有可能今年有辦法 光一個日本市場 都可以將近接近到1萬 那重點是說 那為什麼一個 現在突然想付出的人 你什麼橋段不去 不去橋 你橋了一個 你拖住這個橋段 尤其跑到鳳梨園去 我是覺得太混了 為什麼說太混了 去找一個翁來 還沒出門 他可以跟我講 他今天出來講說 我也是煩惱 我香港人很煩惱 現在價格上 比去年價格要五千 你如果到青年 到四月分的時候 翁來大廚的時候 他來講這個還有道理 不是 人家現在翁來 唱沒有翁來 翁來價格上比古離家 五千 你一邊看翁來 那一張圖片我一看 我就覺得 你怎麼看那套翁來 那套翁來就沒辦法 沒辦法 你怎麼看那套 你說高雄大叔 這套 沒辦法辦什麼意思 沒有啦 翁來是這樣 你譬如說我兩禮拜前 我去掃什麼 我去掃翁來 就是我說那下也應該搶 擦 但是那點要噴一噴 噴一噴 好了一條路出來 頭uche 大家都開始 Ort桜的 按翁來 24日台 你昨天都會蹂跺了 你說那東西 雙 Front 但是很明顯 那套翁來不是現在要拍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副你要先做一個feel 說這副我賺不到 他可以這樣演 他可以演說 你看我還衰 這副這麼好價格 價格我都賺不到 我會射到後面 他如果來這樣演 可以演得還算有點道理 說他的擔心 不是 你現在鳳梨價格高成那個樣子 你下面講 這個高也不是農民來炒作 都不是 是因為你中國來打壓台灣的農民 你這個非經濟上的一個因素 然後政府 其實政府 我跟大家報告 政府現在有出了什麼錢 也沒有 現在都是民眾自發 黑白丁 在我現在手上 我告訴你 好像好多好朋友 要來給我買王 還有我們跟你訂的 90噸 我90噸 90噸就電話 真是9萬元 我的意思就是 大家都會請 比如說王立特要買什麼 他會說雖然你那裡有嗎 送那裡有嗎 我說好 但是別請買 別請買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你韓國瑜要去拍這樣的一個影片 然後刻意去講說 這個好像是 他說鳳梨都田中帶酸 他都很煩惱 想到鳳梨的價錢 他說令人心酸 看了鬼 不是啦 你講這個我就聽不久 我聽了就很討厭 就是說你價格很高 如果價格你今天很低 你在講實情 說你看看 現在王來熟到這樣 心很痠 你演這個不太對 人家現在是 王來比那年 價錢多得好 人家現在又沒有王來 又沒有王來 你如果有人唱得唱得帥 說這個王來的價錢都痠痠 想到價錢 讓人會心痠 每個都不對 第一句話對啦 第一句話是甜啦 鳳梨是甜啦 然後說他心酸 你要告訴我你要心酸什麼 你想到價錢鳳梨的價格 你心也酸 不然你要認為要多少錢 我就搞不懂 對 這個沒有道理 所以你剛剛用一句話說 他是睡太晚了 沒有啦 我就說 古名所古 常常他以前都會睡到中午 所以現在睡太晚 還搞不清楚鳳梨的現況嗎 來 使用一下 以他所瞭解的一個價格 來 我連線到台南 給王定宇 因為在關廟這個地方 台南王定宇的選區裡頭 也非常非常多的一個鳳梨農 那這一次那麼韓國瑜 所找的是高雄的大樹包 雲林的骨坑 來 王定物 依照剛剛這個非常重大的一個產區 從水鄉所說的是 韓國瑜有點點胡說八道 你所瞭解呢 現在 到底我們以前外銷中午 價格是怎樣 現在是不是 價格是怎樣 因為按照這個VCR 我等一下會完整播放 韓國瑜這個VCR 他現在看起來覺得說 哦 農民很可能 我銷不出現 真相是什麼呢 我記得你上次也跟我說 台南的訂單 也是爆單不是嗎 來 王定宇 鄭水鄉 如果說第一 我不敢說第一 因為他的產區是第一大 我的產區是台灣第二大 對 那 大家不瞭解農業 我們的貴賊在收 是對南邊向北邊走 就先收屏東 再來高雄 再來台南 再來嘉義 到雲林就差不多了 不是想那種跟這片 一群頭全部生產出來 他是有季節的 2月份開始 大概就是高屏地區 開始有產出 台南要到3月底 鳳梨才開始產出 大出的時間是在4-5月 5-6月這個時候 那到了7月大概就幾月了 所以我們如果一年全台灣生產的 鳳梨是42萬噸 他其實就散佈在這6個月左右 同樣的我們90%是內銷 只有10%大概4萬噸是外銷 而4萬噸外銷 10%外銷裡面有9% 大概就是銷往中國比較多 就外銷裡面的八九成 所以我第一個 我剛才看到韓國瑜的壓平 我的感受到水平的一樣 真的看到貴 我為了小君今天節目 我剛剛還去問 我們關廟鳳梨今天的交易價 是 我們是產地喔 農民就把那個 正王來的人在收 目前來說 正常的一公斤收20元到21.6元 比較好的可以收到25元到28元 那這個已經比去年同時期的收購價好了 但是我們欠費沒有東西給人 然後賣到市場在關廟菜市場買的 大概市場價格 差一點的大概41.7塊台幣1公斤 好一點的 好一點接近50塊46.7塊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農民 直接交給航空交給收的人 差不多是21元左右到28元 這個卡頭 那如果消費者來到關廟菜市場 直接把錢買的時候 大概就41元到47元的地方 我們在台南才有個呼籲 愛心 大家團結愛護農民 愛心要分散 不要集中在3月份 4 5 6 7月 分散開來 這樣大家都不錯 也不要影響到同時期 要出來的任務 其他的規矩 所以韓國瑜這個關心 用心可貴 內容錯誤 希望他做修正 是 好 這是因為真的睡太晚了 所以不知道實際上鳳梨的價格嗎 但是看得出來他的起手是 特地找這樣的鳳梨園跟鳳梨農 來我們還有更多的問題 要跟王丁也進行請教 先聽聽看他的內心話裡頭 十分鐘裡頭 跑了兩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是在高雄的大樹 一個鳳梨園找這樣鳳梨農 來我們聽聽這個大現場 我的父親鳳梨博 他從十幾歲的時候就種植鳳梨 到我這邊是第二代 現在種植鳳梨 出來的就是口感非常的好 肉質非常的細嫩 因為遇到這個中國大陸這邊 禁止進口 希望大家能幫幫我們鳳梨農 多吃一些藕奶 對 玉學好 好 好 鳳梨伯 你好 今天早上來拜訪 現在鳳梨沒辦法外銷台了 大家都 大家都有些新鳳梨 大家都非常緊張 很緊張又很幸福 今天這些鳳梨 經常要吃的客家 這就等十八個月了 對 對 因為我看這個都要收成了 現在要收還是要收 不會 一定要收 以前要收 不然有人要買 如果有人要買 不是就要合格 現在就說 政府要割十億新台幣 來補作來收購 你覺得這個有效嗎 我感覺這種政策來說 他才有拿一個方案 要怎麼來改觀農民 這裡還有方案 這方案是等到親民 這個時候才是一年才有發出 對 一大出產量是非常多的 既在國內沒有辦法去出國 到大陸的時候 我真的實在 我們也不知道要怎麼做 因為外公來差不多高雄 店員都出口了 現在全部凍掉了 現在有在出口 外面就是這樣一桌 接一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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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 我們就來看 今天有辦法 把我們農民到 找普通 沒有 到桌 這些蓋掛的方法 因為過來 絕對消化就行了 我覺得我們可以 大陸這個市場是非常的大 不只我們台灣 泰國 菲律賓 越南 還有我們台灣 現在他們都有進口 他們的量很大 不要我們可以坐下來 跟他們大陸那邊溝通 好好地談一談 不要讓我們農民 變成一個犧牲品 讓我們血本無歸 對不對 今天我們如果靠政府 來補助 不如政府來幫我們 找一條通路 好好地跟他坐下來談一談 因為現在不談也是頭痛 因為你現在 鳳梨現在量產 政府說好大家吃鳳梨 過兩天大家吃芒果 再過來大家一起吃聯誤 這樣下去以後 也會排擠到其他的水果 顯然 是沒有辦法反不計極的 你就像政府所指示的南向政策 亞洲國家都是 熱帶性水果 我們有鳳梨 他們一樣有鳳梨 我們馬國 他們一樣有韓國 現在他們的技術 老實講是我們台灣的技術 比較領先 可是他們應該有了有 你看新加坡南的政策 一樣啊 泰國 菲律賓 越南 都有進口進去 為什麼我們就不能進去呢 一樣他們有的我們為什麼要跟我們忙 台灣的鳳梨 有十幾 台瘤 小桃七幾 百年國土小桃七幾 台灣小桃兩幾 只有十幾 我們台灣的鳳梨 無二十幾 不可能的 鳳梨博從16歲開始種鳳梨 他講了一個是非常真實的數字 如果這70%外銷大都被切斷 對鳳梨農打擊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我覺得剛剛 鳳梨博的公子 玉秀講到這句話是真的農民的心聲的 大家應該坐下來談 不要把太多政治啊 意識形態都放進去 那農民朋友不應該作為 彼此政治鬥爭的一個犧牲品 我們農民是沒有什麼任意跟任何的政治設想 以後不然未來哪一個執政黨去執政的時候 我希望我有一個建議就是說 我們跟兩岸之間應該建立一個平台 溝通的平台 然後它包括每一個縣市 它有在出採鳳梨 還有任何的農產品的時候 農業局可以裡面辦一個單位就是說 它可以去輔導農民 譬如說現在鳳梨要做出大陸的時候 它選擇藥檢還是病重案 這次是借殼總統 對 你病重案你是不是要設立一下 每個區的農威 然後看政府要設立去一個包裝廠 還是委託農民的它的那個包裝廠 下去建設 經由政府建立一個平台去輔導農民 輔導 輔導他們 還有監督 我們鳳梨是怎樣怎樣 品質怎樣去選果 品質 包括藥檢 害蟲 怎樣去消毒 怎樣經由這個農會 還有包裝廠 怎樣包裝 貨櫃莊 要投出去農會 代表品質保證 對 最重要的就是 你跟對岸對話的時候 我們的貨到那邊的時候 有什麼任何問題 你可以反映這個平台 對 我們這邊要過去的時候 我們今年大概有 估計政府要去估計到 估計多少樣要過去那邊 怎樣去消化 我覺得聽到農民的心聲了 我想應該讓農政單位 要好好來思考 針對農民的需求 針對市場的客觀環境 根據產銷之間 根據內外銷之間 真的要好好好好的 把這些事情落實 像這樣子 等了18個月 一聲禁令 所有的鳳梨就在這裡 全部 18個月的心血 全部泡湯 這個對農民朋友 太不公平了 我想能夠拿得出力量的人 有權力的人 真的要聽聽這個心聲 拿出一套辦法出來 今天來採訪的鳳梨博 是台灣的鳳梨達人 整整種了70年的鳳梨 所以他對鳳梨的情況 可以說非常的了解 不管是如何培養出 口感最好的鳳梨 以及對市場的敏感度 它是非常高的 他也講過 台灣10隻鳳梨 7隻外銷中國大陸 2隻台灣人自己享用 1隻其他的國家 或者做加工 所以70%外銷中國大陸市場 一旦被喊咖 這個打擊是非常巨大的 農民朋友不懂政治 農民朋友非常需要 一份合理的利潤 讓他們能夠生活 讓他們能夠養家活口 讓他們能夠教育下一代 好 那一位置我想請教 如果依照張立雄 實際了解他的鳳梨農 跟耕作的鳳梨的實際價格 跟王定宇 在台南所瞭解的狀況 印證的是韓國瑜 這支影片大有問題 甚至他們指控是胡說八道 來 你所瞭解的呢 小燕 我先講一下 這支影片其實是 韓本們是非常期待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韓國瑜 其實在下午的時候 他就有PO一張預告的照片 他蹲在鳳梨田的旁邊 然後上面寫著 猜猜我在哪裡 結果那一篇貼文 一PO出來 就有八點多個人按讚 那是近期我看是非常迅速 就累積這麼多讚的一篇文章 那晚上的時候呢 就PO了這樣這支影片 那我覺得這支影片 跟他之前的公益影片 比較不一樣 有兩個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地方不一樣是 之前比如說關心神父 關心建設司機 那是很公益性質的 可是這一個呢 是比較貼近政策面的 就因為我們現在 大家在討論鳳梨嘛 所以這個跟政治 公共政策又更進一步了 那第二個不一樣地方是在於說 這支影片呢 韓國瑜呢 藉由影片凸顯了他的專業 因為在影片的最後他有告訴大家 他曾經做過北農的總經理 而且在他談話過程當中 他細數了他對於產銷制度 以及價格制度的了解 所以我覺得我很多人看到這支影片 會更期待韓國瑜付出 很多的韓粉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兩 剛剛我講的 就是昨天的預告跟這支影片 下面非常多的留言 都是在這個回應韓國瑜 比如說韓國瑜問說 猜猜我在哪裡 下面人就說 你在台灣 但我在等你 不然就有人說你在我心裡 然後也有非常多人說呢 這個韓國瑜就是苦民所苦 跟韓國瑜一起做公益 所以韓粉們的期待非常高 那當然在幾千則留言裡面 也是有一些 也是有一些網友 也是酸韓國瑜 比如說這邊也有講到說 韓導你現在才用鳳梨製造話題 會不會太晚了一點 那這個就是正面說 發揮散的力量 讓所有的小散凝聚力量 那這個就是說 能撈就撈 能混就混 橫批高雄發大財 這也是有負面 但是以正面居多 那我是覺得其實 因為他把負面的全部都屏蔽掉 也不見得 因為我想去留言被刪除 這就是真相 那可能你之前是不是有留髒話 我用其他的立名的帳號 立刻被刪除 這就是韓粉 韓國瑜的做法 這想聽好話嘛 這想聽好話 但是這也是有啦 還是來不及刪 我不知道 還才是有的 那我要講就是說 剛剛大家講說價格問題 其實如果說從影片 從頭看到尾的話 他主要都是引述 那個鳳梨農的說法 那是鳳梨北他種了七十年的鳳梨 那鳳梨北說 他的鳳梨田 大概七成是外銷大陸 不是說全台灣的鳳梨 是九成外銷大陸 是那個鳳梨博 他個人 那第二個裡面也有講 就是說大概鳳梨大出的時候 是大概四五月的時候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鳳梨田 他是還沒有採收的 那目前雖然委員剛剛有講了 現在鳳梨的價格是往上 可是我們那邊未吃到四五月 因為我們不知道說這段時間 還會出現什麼狀況 所以這些鳳梨農他們心願是說 政府不見得一定要花錢補助他們 但是希望政府幫他們找通路 如果說沒有坐下來 跟對岸談一下的話 會不會接下來其他水果 也沒辦法外銷 那會造成很多價 很多就是排擠到國內的水果 或者說大家沒有辦法 那麼多人來出來救這些 滯銷水果 然後在後半段的時候 韓國瑜的意思是說 北農的價格非常重要 因為北農就決定了大概這個水果的一斤多少錢 那很多盤商他們會有個預期心態 就是說假設他預期你這個水果外銷受阻 最後會回到內銷的話 那他可能就會用價格來攻擊你 反正你也沒有地方去 所以我就故意在盤口的這個地方 價格把你壓低 所以韓國瑜才會擔心說到四五月 會不會出現這個狀況 所以希望有權利的人就是政府 可以幫他們想個辦法 在產銷跟價格方面可以穩定下來 好 剛剛王定宇在講島內的批發的價格 也許水紅跟王定宇要告訴我們 我們在銷往中國的價錢是怎麼樣 在島內的價格是怎麼樣 如果依照你們剛剛所講 如果島內的價格已經不錯了 甚至高過中國的話 對很多農民來講 我何必一定要銷往中國呢 來 那個瑞德大哥 我想請教 曾經擔任過高雄市長 曾經任職過北農總經理的韓國瑜 此時在昨天晚上推出這個影片 符合專業 符合事實嗎 來 怎麼看 那韓國瑜推出了這個影片以後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幫了農民什麼 那麼念一下韓國瑜裡面的文章 近日中國暫緩進口台灣鳳梨 他感到非常憂心 農民靠天示範 但他們現在卻無助的承受了 天候以外的不確定風險 韓國瑜都認定這是政治問題 對不對 不是藉口的問題 因為他都說了 天候以外的不確定的這個風險 農民朋友不懂政治 他們要的不是補助 不是緩不濟急的短暫的政策 巴拉巴拉巴拉以後 千萬別讓農民朋友 成為意識形態下的犧牲品 請問你是高雄市政府 平通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 雲林縣政府 南投縣政府 這些政府的錯嗎 是他們不讓農民 這個等於說外銷到中國去嗎 你怎麼不去指責 這一次特別用 以傷逼政的方式呢 硬把台灣鳳梨農民 掐起來不讓他們外銷 四萬多公的中國共產黨政府 很簡單嘛 你剛才說的是 中國共產黨政府嘛 你都說他們承受了天候以外的 不確定風險嘛 你應該指的 不是戒口從的問題嘛 那你怎麼不說對方呢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嘛 因為民進黨政府 蔡英文520 已經是執政第五年了 你要搞清楚 蔡英文最近有搞台獨嗎 她最近有搞什麼動作嗎 中國說說就說嘛 這是她統戰 然後要對付台灣的一個部分 你怎麼不去指責 中國共產黨政府 另外第二件事情 那麼韓國瑜的意思就是說 貨出去人進來高雄發大財 你忘了他曾經到中國去推銷嗎 到東南亞去推銷嗎 那既然你那麼造 既然你那麼本事 那麼厲害 又當過北農的總經理嘛 那你為什麼不幫幫這些農民 去叫中國政府 不要這樣對待台灣農民啊 你為什麼不用你的管道 用你的人脈對不對 用你的影響力嘛 你怎麼不用這些 國台辦當時不是 國台辦主委 不是跟劉潔一跟你見過面嗎 你為什麼不帶一道來通電話 跟他講說 這樣台灣農民都會受到損失 台灣人民對你們 跟共產黨的觀感更不好 那你更應該要想辦法 幫不要這樣對待台灣人 你應該透過你的管道去這樣做 第三個是我不懂 為什麼他拍了這個廣告 然後講了這麼多 然後呢 為什麼說然後呢 你幫了什麼 各位 韓國瑜什麼都沒有做之前 我們已經包括在座的很多位 我們已經幫台灣額外增加了5萬多公噸 額外增加5萬多公噸 這不是韓國瑜說的 什麼要的不是補助 不是緩不濟急的短暫策略 我們這不是緩不濟急啊 不到一個禮拜 我們5萬多公噸 我記得上個禮拜 我在節目中講過 前50個POTA吃這個等於鳳梨的來 我現在用30個小禮物給他寄出去 還有20個還沒寄啊 全部包括這些 都是我們自己自掏腰包 幾十箱幾箱 講話不聽 連曾經當過韓國瑜總統 那候選人當時發言人的 葉仁芝都貢獻了20箱鳳梨 請趕快跟他收 避免他賴炸你知道嗎 趕快跟他收 葉仁芝都20箱啦 你韓國瑜貢獻多少啊 在此之前你貢獻多少 為什麼特別這樣講 你那段影帶的後面 你可以大可說 鳳梨博對不對 這麼九成要外銷 很傷心的 可能很難過 拍板 吃我攏包 你韓國瑜大可這樣 我給你打破 我給你講話 我韓國瑜做好 是給你打破 你不是選87萬 80幾萬票的 高雄市一票30塊的 要捐出來嗎 然後你不是選總統的 相關的金額差額 要捐出來嗎 到現在我不知道捐多少 聽說捐好幾百萬了嘛 那個差額總數多少對不對 我相信韓國瑜絕對不像 那個馬英九一樣賴賬 633做不到捐一半薪水 捐到現在都不願意捐 韓國瑜絕對願意把它捐出來 你就趕快 也你帶頭 把鳳梨博的這些拍板 全部弄下來 韓國瑜如果是 可能貫很多了 所以沒有這麼多錢 也不行 他只要做一件事 意見領袖 剛剛 葉雲之不是講說 短期間之內就幾萬個贊 對不對 是 農總中國國民黨再來 這些支持者 552萬票 雖然蔡英文817萬票贏了 但韓國瑜還有552萬票啊 韓國瑜為什麼 不就在這個影片的最後 呼籲他所有的韓粉的支持者 為什麼呢 要幫忙這些農民 一人一箱 一人一箱 是不是一箱鬼 一人一箱就好了 552萬個 就可以幫助這些農民 解決這個問題的嘛 所以他你為什麼都不做 你都在談的是政治的問題 你在談的是這個意識形態的問題嘛 這些事情是 他說不要讓農民 成為意識形態下的犧牲品 這件事情關我們意識形態 什麼事情啊 是中共對我們下毒手 是中共對我們的農民下毒手 我們是去跟他打三天的 我說不客氣說 我們出錢出力這樣 化膽化膝這樣 在短短不到一個禮拜之內 增加了5萬多公噸 老共本來僅餘4萬多公噸 如果再加上港澳的2-3000公噸 他想要用這個東西 來掐住你的脖子 你搞清楚 我們是來幫農民 但是我告訴農民 我們是救急不救窮 什麼意思 你經過這個教訓你可以看到 韓國瑜自己都說了嘛 承受了天候以外的不確定風險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壓慢的政務 所以他跟你講好的訂單 隨時可以砍掉 隨時可以一顆鳳梨都不讓你進去 如果你還堅持明年 還要種鳳梨那九成還要效忠勃 那我們就不幫了 你自己要知道 這次是因為 他最愛是我們台灣的鳳梨農民 所以我們認為不可以這樣子 讓台灣人被欺負 所以我們跳出來大家協助 這是明報物語 人膩己膩的偉大精神 但是並不表示 每一次都要拿你吃東西 不是這樣子的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想辦法解決 夠實益 不是用來收過鳳梨的 政府的實益是保證 每公斤絕對不會低於 21塊的收盤價 很簡單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農民就不會血本無歸 所以再過來 有幾個月的時間 慢慢消化相關的訂單 我告訴各位 那麼有的人說 會不會影響到其他的水果 不會的 因為你不可能三個都吃鳳梨 你不可能 我們只是要告訴中共 不能用這樣的方式 對待台灣人 你知道嗎 我不是可以讓你去救我 我不是吃碎碎碎的 所以因為這樣子 韓國瑜拍這個影帶 本來是要凸顯說 他多厲害 他多關心農民 我看不出來 他到底對鳳梨農 有什麼幫助 那你能提供什麼樣的協助 你自己本身有什麼管道 你嘗試用什麼 沒辦法買幾粒 沒辦法買幾百萬 對吧 呼籲你的農民 呼籲你的支持者 我看不到 我只看到一個 好像在現在 那還在想辦法 讓自己的政治能量 能不能花光花樂的 政治人物而已 是 但是這樣的起手式 使用一下 為什麼認為 吃米不知道米價呢 在三月初的時候 三月初的時候 國民黨出來批評 開記者會是講說 你蔡政府 你不是有新南向嗎 後來我就一直在講說 新南向不是為了賣鳳梨 因為在這些東南亞的國家 你上泰國 它是變成 它全世界產量第二 它就漸11% 菲律賓它變成說 第二 全世界第三 它占10% 還有印尼7%印度 我們新南向就不是說 中南 不要聽會政府說 新南向他就買不到水口去 他的水口比我們擠得那麼痠 所以這個翁來北 可能我在電視上講 他有聽到 他講這個是對的 但重點是說 過去韓國瑜他怎麼講 韓國瑜過去有一個叫做 南南的一個政策 對不對 他的意思就是說 要把南部這個地方 比如說台南高雄 屏東這個地方 跟東南亞這邊來做結合 還有中國大陸南部 來做一個結合 結果這個全部都不對 他對這個市場完全沒有了解 不過韓國瑜我倒認為 他出來弄這個影片 他的心意我知道 他真的想關心 可是你的關心的方式 你就讓人家都胡說八道嘛 就變成說 你怎麼跟事實 背離差距那麼的遠 你如果知道的人 你也應該去問一下 我今天跟 我抱歉我這樣說 我問白龍一個好朋友 我問說 你有看到韓國瑜這樣說嗎 他說有看到 我問你自己會覺得怎麼樣 他說 怎麼會這樣 他怎麼會說這個 他計較差那麼多 計較今年比九年那好 為什麼他要再打這個音頻 大家都想不懂 所以現在計較比銷中國 計較好 還比較好 還比較好 他對農民兩者就賺到了 反正就一公斤 你才想你就十二 你才處於零點六 中國銷過去 小三通很多的運輸費用 島內進行行銷 很多的成本還可以省下來 我在立法院 第一時間 我在立法院要求 行政院長蘇貞昌 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今年鳳梨的價格 不能低於去年跟前年的價格 政府有義務 蘇貞昌說 好 今年翁來 計較絕對不會低於去年跟前年的 平均的一個價格 平均的價格是多少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這樣說的 一台小孩就十二塊 一公斤就二十塊 就這麼簡單 那現在一公斤是 北農今天的拍賣價格 就三十五 高於三十五 所以我才覺得說 你拍這個影片 讓人會很生氣 一口鳳梨 什麼在田中帶酸 然後你吃吃完 你說價格令人很心酸 你現在是在講的 感情 豐富的感情很好 但是你至少你要留到 下個月去看 翁來長出的孫 如果要嫁的孫 你來講這個也靠得 你現在跟人講這個 聽了就很不舒服